市長威嘉賢15號上午訪市了兩處急難救助戶 其中一戶是薩奇拉雅族的祈老他的遺署 而另一戶則是罹患癌症的州姓市民 市長說了關切他們的生活情況也發放了救助金 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民眾儘快恢復正常的生活作息 薩奇拉雅族祈老黃金文在今年6月 因為慢性一腦膜下出血合併腦農炎 急性腎衰結疾伴有敗血性休克等症狀 緊急送醫進行開爐引流手術 一直到7月仍然敵不過病魔不幸事事 9月15號上午市長威嘉賢就協同原型課長陳彥平 一同前往郭福利探視祈老的家人 那黃金文徒生委員過去在薩奇拉雅也是貢獻非常非常多 那他身上有非常多的智慧跟我們薩奇拉雅老祖先的一些故事 那我們希望說未來他的家人除了能夠走出傷痛之外 也能夠繼承黃金文先生未來能夠推展的一些文化面 族群面還有各方各面的一個文化歷史推展的工作 住在南京街的周先生原本在東大門外擺攤買賣玉石 收入本來就不太穩定 加上今年4月發現罹患惡性喉癌市期 每天都必須反診接受電療及施打營養針 而他的妻子原本在吉安采菜收入勉強可以維持生計 但為了照顧丈夫的生活起居 最後也只能將工作辭掉導致生活陷入困境 周先生他前一陣子也是得到了癌症 那也積極在做治療 那前一陣子他本身也有一些工作 但是因為必須要治療的關係 所以他暫停了他的一切的工作 那我們今天也來關心他 也特別的感謝里長跟你幹事 在第一時間把這樣的案件通報給我們 司公所除了發送生安網及難紓困金1萬元 也轉正生活物資 市長為嘉賢表示 有許多弱勢家庭非常需要社會關注 但因為有些人不了解申報流程 甚至不清楚社福補助的管道 因此除了請司公所相關客室人員 隨時注意周邊有需要協助的家庭或族群之外 也呼籲花蓮鄉親若發現有家庭或個人 因家庭事故而導致生活陷入困境 急需外界協助時也請大家能伸出援手 向當地里長或里幹事反映 幫助他們暫渡難關